人家咬得你入了吗? 我说在柜里挖一些东西出来 看看是否搭了 过了这么多年了 2011年 吃了24年 24年才堆了 因为拿着一张照片来跟你说货 请你吃饭 司机拍照 拍了照片之后又拿来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想怎样 其实都不知道想怎样的 所以法师应该坚强一点 回来穿小乘衣服 不要拖衰我们就行了 他们说我是小乘的 吃什么都行 不然我现在发菩提心我不吃了 可以吗? 是可以的 小乘成人大把都这样的 你不要说我吃了之后 我就找人忏悔 根本是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菩萨界是不可以找人忏悔的 这个作法忏悔是比丘界 比丘界就可以作法忏悔 菩萨界要取相忏悔 取相忏悔你要拜读见花见佛 见到佛菩萨来原谅你 这样就叫做忏悔清静 取相忏悔菩萨界 你现在就训到菩萨界 菩萨界其实呢 你一批菩萨界的时候两个钟后 你恢复菩提心 菩萨界要恢复 因为菩萨界是永远的 在未来世的 你一时犯了 他又会恢复的 你发起菩提心 他又会恢复的 就不会没有的 也都不用作法 没有作法忏悔的 跟他作法又不知是谁 没有作法 那种东西都不问我们 我们是学界的 所以菩萨界是取相忏的 拜大悲忏 拜什么 拜到见花见佛 现在都没有在北通忏悔的 那种忏悔的 害我们 破坏我们的形象 哪有的忏悔呢 这些 这些太多东西 我们不是雍正正 雍正正女俠 他做女俠的事 这个女俠呢 四中过 他都挺难挨 所以又不知他怎么办 大哥 你即是我们 我们的小孩子 很害怕拔的 那你拿些拔码去 碰碰碰碰碰碰碰 那些拔的当然死了 那些小孩子都死了 你碰个小孩子 因为你投鼠忌器嘛 你选了这个 真奇形象 那我们哪里找人出家呢 你又说 谁肯来出家呢 吃 吃旧肉 被人拍到都这么大件事的 真是 还要出家的 而且我们是年中无休啊 一年三百六十日 没有休息啊 看我们有 星期六、星期日吗 看我们有公众假期吗 有法定假期吗 那些人 现在正在做事的那些人 整天都在说放假放假 我听到 听到火滚了 我四十年都没有放假 你放什么假 你说放什么假 你四十年都放过假吗 我没有放假就这样做 你不收你就放假的 但是我们收为我们的责任 不收就不行的嘛 因为我们的公众是没有断的 你说有哪一天没有做过护摩 有哪一天没有 幸好没有病 没有病 病都照做啦 但是呢 没有什么说 病令到你不能做的 那当然要做啦 如果真的有些病是不能做的 那当然不做啦 但是没有发生过这些事 电话 转发生过的 什么词 是 是 有 阳 与 不 相 不 那